江西協天廟主委在109年改選時 因舊派主委吳朝皇指控吳鴻鈺違反章程 不承認選舉結果 事後新任主委吳鴻鈺透過司法訴訟 確認主委身份合法 雙方僵持不下讓主委鬧雙包 不過上個月最高法院駁回了吳朝皇陣營的上訴 吳鴻鈺認為他主委身份的法律關係明確 希望前管理團隊能盡速歸還財務與廟產 在100空高年的時候 帝君廟第十二階 跟末末後期就基盤信徒台會 信徒台會在100空高年到月第三 就合法選出農業憲心來擔任第十三階的主委委員 這也相關都經過議員政府的合避 所以應該這樣說就是在100空高年的時候 吳鴻鈺先生就是人家帝君廟第十三階的主委 就是說相關的認定 有關政議的時候 跟法院的時候拿去訴訟 相關民都拿去訴訟 所以法院在帝宏法院的時候 第一 帝宏法院的辦決就確認說 吳鴻鈺先生是大家帝君廟第十三階的主委委員 這個委任關係是存在的 而且也同時確認 吳曹鴻先生 簡昌民先生 他們跟郊西協天廟的主任委員的委任關係是不存在的 一路這一個訴訟 經過高等法院 以及最高法院到今年的時候 才整個判決確定 所以今天開這個記者招待給人 是政事對外選過說這是經由法院判決確定 確認吳鴻鈺先生確實是 嬌鈺協天廟第十三階合法的主任委員 在律師的陪同下 吳鴻鈺與團隊今天來到協天廟 向大眾說明判決結果 並將判決書一一發送給廟務人員 強調自己才是合法的主委 同時公告協天廟捐款收據已經換新 呼籲信徒認名 大家的廟是大家的 人和人都可以來 我們只不過是希望 今天開始廟部可以過得正常 我們的原廟全部都留入 希望他們可以繼續為中國人帶來服務 我們希望他們加煩的是 我們所有這幾年以來 他們經營收的部分的廟款 趕緊緊急來規範我們東基學電廟 所以目前我們已經在就是辦公室辦公了 這些辦公室的部分它是其實都有規範的 沒有規範的問題 因為廟來廟外是都大家人和人可以進入的所在 不管是在外面 我相信大家不在那邊 反正我們也是大家都可以來參與廟部的工作 對於今日吳宏玉的行動 因聯繫不善無法取得吳朝皇等人的回應 宜蘭新聞記者黃豬漢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